C-Class的代名詞 並實際上是豪華舒適的代名詞 尤其是在全新的S-Class推出之後 這個形象更是推到了巔峰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全新的C-Class 這部車剛剛在國外發表 來到台灣的速度相當快 今天除了傳統的介紹之外 我們也邀請了設計師簡大維先生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這部車外觀跟內裝的設計 我覺得整體的車身的線條非常流行 因為它在整個車側的部分 有兩條非常清楚的零線 這個零線讓整體的車身的速度感提升不少 同時間因為整個車座的座倉是整個往後移的 所以它整個車的重心 往後移也加重了它的速度感的表現 同時在像車頭的部分 我覺得是整體最大的一個靈魂所在 因為它的一個非常霸氣的一個Logo 三叉的Logo加上一個雙炸的這個 這個進氣的這個部分 它顯得非常的大氣 同時兩側搭配這種非常高科技的LED的這些 車燈甚至包含它的導光的一個設計 其實讓整個車頭呈現出非常有靈氣的一個感覺 那我覺得甚至在兩個主要的頭燈 它的這個頭燈的視覺感覺非常像中國的麒麟的這種神獸 所以它感覺它的靈動的感覺非常的好 它的內裝跟它的車身外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因為在外面看到的是非常的先進的科技的結合 但是在內部它其實呈現的風格 以大量的這種渡落的圓形的幾何的這些線條 其實它感覺非常的復古 那整體因為這是一個AMG的一個特飾款 所以它在整個木紋的深色的木紋 加上這個深紅色的這個座椅的搭配 讓它的整個運動的感覺 跳非常容易就凸顯出來 那整個車室的視覺的重心會落在這些紅色的部分 那這些木紋的部分它反而是非常的低調的 把這些具有非常精緻的質感的金屬的這些旋鈕按鈕 這個部分它反而讓它更跳出來 所以整體我覺得它在車室的它的設計裡 完整度是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座椅的包覆性是非常的好 在聽完簡道維先生對於這部車設計方面的分享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實際的來看看這部車內裝的使用上的感覺 還有乘坐的感受 那這部車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它已經走向了賓士新一代的內裝設計的風格 很多東西是跟S很像的 我覺得車內最大的亮點呢 就是這個手寫輸入的觸控板 它強化了以前COMMAN不足的部分 當然這台車又加上了AMG Line的套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比較跑車化的設計 那方向盤也是這個 比較平底式的像是賽車式風格的設計 可以看到兩側是打狂透氣皮 增加握持的舒適性 那換檔撥片當然也是標準配備 那像賓士呢一直都是採用這個鑄排式的設計 這是跟一般車輛比較大的差異的地方 那在儀錶板的部分呢 它的成色是比較傳統的 兩邊呢分別是速度跟轉速的指針式儀錶 那不過呢大部分的資訊都是透過這個 位於正中央的多功能彩色液晶螢幕來顯示 那其實大部分開車的時候呢 最容易讀取資訊的位置就是這裡了 接著我們看車上的資訊娛樂系統 那這個是全新進化的COMMAN系統 那它除了原本的旋鈕 用旋轉跟推拉的操作方式之外呢 新增的這個觸控面板呢 是最大的亮點 那它的使用方式呢其實很簡單 跟電腦上的 跟筆記型電腦上的觸控板是一樣的 你手指在上面滑 那上面的游標是跟著跑 那當然在你如果是 要搜尋導航或是輸入電話的時候 也可以用手寫輸入 這是非常強大的功能 接下來我們往上看喔 中陣台它採用這個懸浮式的設計 這在S-Class上面已經看到了 那圓形的這個出風口呢 也已經大量運用在賓士的新車上 我想這是未來賓士的家族化的造型設計之一 那講到這部車的座椅呢 由於它是AMG Line的車款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跑車式的座椅 兩側的直升性非常好 那造型也比一般的座椅來的誇張 我們可以看到全電動的設計呢 它的操作介面是安裝在門板上的 那在駕駛座的部分 除了整張座椅是電動調整之外呢 還附上了三段式的記憶 那在後座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空間相當充裕喔 那新車由於它的軸距拉長了 然後車艙呢 整個後寢室的設計 也為它爭取到了更多的空間喔 我們可以看到前座現在這個位置 是我剛剛駕駛的姿勢 我來坐後面那個後座 西部也還有剩 頭部也還有 相當充裕的空間喔 那整體來說呢 後座的空間十分充裕 那椅子坐起來的舒適性也非常好 我認為這個車在後座空間的表現呢 是在水準之上 這部車是C250的AMG Line 所以它在外觀跟內裝的部分 配備都比一般的C-Class再多一點喔 外觀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特製的輪圈啊 然後還有不一樣的 前後保桿跟大包喔 我們現在在市區行駛喔 那 懸吊的模式是設定在Comfort 新的這個電子懸吊 讓我們可以切換 Sport啊 Comfort啊 甚至是自己設定自己喜好的模式喔 我們可以感覺到 在Comfort模式之下 這部車真的變得非常舒服喔 地上坑洞什麼 我們壓過去都沒什麼感覺喔 那順順開 車艙是非常舒適的 另外有一點進步很多呢 就是新車的這個隔音 它的低風阻的車體 讓那個風切聲變小了 那當然在隔音的材質啊 還有隔音結構的設計上面 也都經過很大的改良 所以我們在車裡可以感覺到 車艙的整個競速性是非常好的 這也造就了一個非常舒服的乘車的空間 在體驗完市區之後啊 我們來到山路上 我們來試試看 新車在操控跟動力方面的表現 操控方面的表現 我認為新車進步非常大的部分喔 過去這個車我們都認為說 它是一個比較偏向斯文取向的車子喔 那其實像我們在山路上這樣跑 新車在操控方面的表現 其實讓我們滿意外的 它變得比以前靈活 而且更 雲銳一點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這個車子 它提琴比以前大 可是整體帶來的這種操控的感覺 卻比過去變得更靈活 我們駕駛這部C250了 它車上的動力呢 是一個新開發的2.0升渦輪增壓引擎 這個引擎的動力速度是211匹馬力 最大的扭力是35.7公斤米 它的數字算是蠻強勁的 我們這樣開呢 35.7公斤米的扭力呢 是很夠用的 可以看得出來 除彎的時候 它這個加速的過程非常的輕快 而且呢 由於這個新一代的沃洛引擎的調校呢 扭力的輸出都非常早 所以即使你轉速掉了比較多也沒關係 基本上油門補下去 增壓就來 扭力就跟得上來 整體來說呢 這部車舒適性方面的表現是絕對不用置疑的 它比以前變得更舒服 那在操控方面的進化呢 也更讓我們驚喜 而且它開起來的感覺真的是非常好 那跟以前的C不一樣 C就是紋車 現在這個車能紋能武 而且在彎道 在速度方面的表現 都非常的亮眼 尤其是跟競爭對手相比 你會發現說 是因為它不只豪華舒適這塊大聲 在操控方面也完全不遜於對手 整體的表現 我認為這個車在統計之中 有非常好的競爭力 一種不一樣 是既然 是既然 這幾個車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